HELLO RERBY 说NVIDIA 205有货 正在赚的 不过TSM就在亏一成 为什么TSM不移动 沽不沽了TSM好 有点不同 虽然两者归类为类似芯片相关的股份 但是因为达这么强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 煎到圆域就概念了 因为其实近期 我们开幕前也说了 上星期大家是不断找一些TESTA 相关股概念去炒 香港这边也是 但是这个星期随着Facebook改名之后 每天都圆域就有 现在不可以叫Facebook了 每天都圆域就升了 昨天升英伟达 前两天升Microsoft 之前有相关股份都不断炒上去 所以你沾到这东西就一定有个概念 但是当然我觉得英伟达 其实炒得来也实在 不是纯粹是 蜡名就等于夹 因为它本身做的那些显示卡为主 当日起家是GPU 其实近年才走到CPU的方向 但是始终你走到圆域就这些概念 那些场景需要的装备设备 其实对这些显示卡 一些相关的芯片的需求是大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对它那个 长远的盈利前景是看得比较理想的 还有近年它慢慢由GPU 走到CPU方面之外 其实是多了很多的AI 或者是数字化方面 其实这也是有少少相关着 一些元宇宙的概念存在 所以大家会觉得它的发展方向 跟现在这个市场这么热话的题目 是能够认得到的 那变相对股值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向上憧憬 所以股价就比较强 那当然了 你如果是20多元 是205元 205元的话 一定是持有的 一来帐篇上都持有90多元 你认为很多 而你暂时都看不到它 就是调头住 起码昨天去到这么高 都还有这么大棍的成交 其实是配合的 我觉得很简单 你可能定着这些指站 如果真的下来 就慢慢分住才吃下壶 我想你估好弹性 也一样就是一个一股 你可以慢慢退下慢慢退下都可以的 所以如果以现在看短期的支持位 大概就280元左右 如果第一下跌到280元 不穿的没问题 如果穿的你便先吃着D 我觉得始终你的弹性是大的 理论上说 没太大机会下你的卖下价格 所以要输回来 我想这个机会性就不高 但是解释一下 为什么TSM反而就不可以 因为始终TSM真的比较更加芯片 所以其实它的估值的量度 或者大家看的方法 还未能输入 刚才说的这些 比如元宇宙有这么多的方向 没有这么多想像的空间 是的 那估值就提高不了 因为你现在给到现价的估值 TSM只有20多倍 预期PE 但是刚才说的 英伟大其实是60-70倍 其实如果这样计算是贵一点 但是为什么大家再推上去 就是概念会多很多 所以这一刻TSM 没办法地股价会反复一点 但是不是很差的 因为你看到它本身身边的行业 它那个前景其实是不差的 我觉得 你可不可以看到过去这些大段的时间 都是一个很大的环区间 下面就是107、108左右 而上面就大概是126、127附近 这大概是20元左右做的上落 现在刚刚中间位附近 所以我觉得走势上说 其实未必算是太过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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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